嗨你好,这是林渊总总 今天就是儿童节了,有句话想要说 我最最最最最讨厌的一句话就是 这是垮掉的一代 每次看到这种标题我都很想 就和我一样不爽这句话的人可以打个E 这句话最早中枪的可能就是 我们90后了 后面又轮到95后,00后 我估计这个传统还能够一直延续下去 人类历史从来没有因为哪一代人而停滞 不发展 只可能是因为当时发生了重大的巨变 一般来说是战争或者是政治的原因而停滞 这是垮掉的一代 就好像把社会的问题,把时代的问题 全都归因于人的身上 没有垮掉的一代人,顶多只有垮掉的个人 一定是一代比一代强的 我反而觉得现在孩子思想上更早熟了 也更有个性,追求也更多元了 年轻人的素质普遍就是要比老一辈人强呀 至少闯红灯的少吧 公共场所,公放视频的少吧 插队的少吧 对文化的包容度也更强吧 每一个代人都会有这个时代面临的新机遇和新的问题 像80,90后基本上就是独生子女 这是一个会受到终身影响的问题 但也赶上了改革开放和互联网 而00后遇上了什么 这代人小的时候可能父母养一个孩子 没有那么难吧 没有这么焦虑吧 现在孩子可能跟80后,70后最不一样的一点就是 如果是80后,70后的父母的话 大家的经济水平可能都差不多 但是现在孩子他们所得到的一切已经是他们的爷爷 他们的爸妈奋斗之后的结果了 差距就是这么一代一代人的努力拉出来的 这个就是人生的初始资本吧 没有谁知道自己会抽到什么样牌 所以现在的人不愿意生孩子这件事 我觉得背后的觉悟是很高的 看破一切,不为所动,你行你上 只要我不绑架孩子,孩子就不会绑架我 如果你养孩子的话,你会怎么样 我反正是能够从一个孩子身上看到父母的智慧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育儿方式 一个是把孩子当传宗接待的工具 或者是个人所有物来看待 第二个是把孩子当一个社会人来抚养 第一种可能是为了生孩子而生孩子 这对父母可能不太遵从科学喂养 活着就行 也并不是在意这个孩子的精神世界吧 甚至不是很在意他是不是过得开心 第二种是能够意识到孩子不但是自己的 他也是社会当中重要的成员 要好好养育 要让他知道什么是责任 要遵守规则 最好还能够为社会多做贡献 我们能从孩子身上看到的教养 它背后本质上就是这两种观念的差别 有时候看到小孩子的行为的问题 都是大人的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自己从父母身上 得到什么样的东西是让你觉得最受益的 可能对每个人来说重要的东西不太一样嘛 反正在我心里排第一 我觉得应该是父母相爱 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是可遇不可求吧 就我个人来说呢 我父母婚姻的样子 就是我将来要避坑的样子 我以前觉得我父母的婚姻是常态 然后后面我发现 我的朋友们的婚姻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我很庆幸我朋友们的婚姻有让我转念 原来我看到的是人群中的少数 第二个我觉得是陪伴和沟通 陪伴最大的作用是增加安全感 以及彼此的了解 如果父母不能够做孩子最信任的人 最了解自己的人 那孩子如果遇到了问题 他就不会第一个想到求助父母了 尤其是青春期 更可能会逃避父母 这样就会变成 虽然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但是却有着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成年之后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离开父母 有时候我看到那种孩子多年失联的社会新闻 或者是未成年人自杀的新闻 我觉得一定是有父母做的不好的地方 他们没能成为孩子最信任的人 他们没能成为孩子遇到任何问题 第一个想到要去求助的人 或者说觉得父母成为了绝望本身吧 第三个就是 如果想要这个孩子去善待他人和父母 做父母的人本身就应该做到 父母如果愿意放下手机 陪伴孩子学习 或者是增加生活体验 这就是最好的榜样 有些父母自己都是娱乐至上 却也要孩子当学吧 这做梦吧 自己什么底子 心里没点逼输吗 第四个我觉得是信任尊重和支持 这三点是我从我父母身上 受益最大的东西 让我一直挺自信的 我觉得自信的原因就是来源于各种经验 因为习惯了失败 所以觉得失败也没有那么可怕 我能明白有时候父母 一看孩子就是在踩坑 会觉得这些都是无用功 会选一条更优的路径 让他们去走 短期这个孩子确实是不容易经历失败吧 但是长期呢 父母能够保证自己的经验 在孩子长大之后的社会 也依旧有效吗 父母能够保证自己的判断 永远都不会出错嘛 出错的话怪谁 同样的事情 不同的人去干 可能结果是不一样的 好的坏者都是经验吧 经验多了自然就自信了 当然父母的坚持知识 还有财富也很重要 我只是列出我认为重要的东西 大家也可以补充 自己觉得对孩子会影响 终身的非常重要的东西 谁都会想拥有一个美好的童年吧 但这就是最没得挑的东西 就是抽牌 你抽到什么就是什么 这些变量可能是短期的 也可能是长期的 会影响这个孩子的一生 是这些让他们成为独一无二的个体 孩子精神世界的需求 如果父母满足不了 就会有其他东西填补进来 可能是他人 是一个爱好 或者是一只小动物 可能会遇到好的环境 也可能会遇到坏的环境 会从其他人那里得到爱 或者是伤害 会到社会当中去完成另外一种成长 有一位可爱的人说过一句话 人就是种子 要做一粒好种子 希望每一粒种子 都有好好的被照顾的 希望所有的小朋友 大朋友 依旧能够对世界抱有天真和好奇 以上就是今天零零总总 请不关注 求点赞 求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bye by bwd6